那么对岸的情况是如何呢 我们的独家镜头要带您来关心了 中国大陆也公布了 理工文三大类毕业生的起薪的排行榜 第一名跟台湾不太一样 就是建筑系拔得头筹 虽然他们的起薪换算 折合新台币大概是22k 但是很多学生还没有毕业 在大三就被建筑公司给定走了 可见市场需求之大 至于调查位的是文史 像历史系毕业生起薪只有14k 继续请看我们特派记者 关正耀黄新华来自上海的报道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狼大陆学生 更怕选错科系 因为关乎求职 大陆的教育机构公布 排除掉医学院理工文科 毕业的起薪调查 前十名八成都是理工科 敬培莫做的都是文科科系 毕业起薪比一比 理工文科到底谁最吃香呢 第一名就是建筑系 起薪大约平均是台币22000块 最为民事文科的历史系 起薪只有14000多 两者比一比相差一倍之多 真的好开心 好玩 我已经就是两三个礼拜都 可能睡三四个小时 然后又痛了几个小 所以我觉得最辛苦 几经比人差 更有学生说 一入文科深四海 从此与钞票五元 还是有人向前看 对对 但是还是会结合一下自己的兴趣去看吧 有人会以工资为目的选科系吗 应该蛮多的 但是 这样的都不是好学生吧 求职待遇成了选系指标 但也有人认为 还是得要跟兴趣相符 但不管怎么选 都得努力才有一片天 记者黄青化 关正耀上海采访报道